第四千一百九十一集 无无连虚无的概念都不存在 那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呢 夜晨茫然失神 真的有这样的世界吗 那施魔凶兽摁了一声 妄想小黄道 少主 我们的血脉源自梦魇之王 而梦魇之王 正是红军老祖坐下 四神兽之一 这些秘心 在我们家族的古籍里都有记载 你不记得了吗 小黄一阵愕然 红蓝双瞳流转着迷茫的神色道 我从来没看过 你为什么要叫我少主呢 那施魔凶兽道 因为你就是我的少主啊 我们梦魇神族 血脉源自梦魇之王 万古以来 唯一能觉醒祖王血脉的话 只有你一人 对了 你从小被送走 血脉也被封印 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我带你回祖地 说到最后 那施魔凶兽咳嗽出了一口淤血 他被困太久 折磨太深 现在十分的虚弱 想带小黄离开 但却连走路都走不动了 祖王血脉 小黄听着这四个字 正正出神 他自然知道 红军老祖坐下 有四大兽王 如果信息没错的话 那梦魇之王 就是他的祖先 祖先的王脉 传成万古 从来没有人觉醒 而传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却觉醒了 也就是说 他是万古以来 梦魇神兽之中 唯一一个 觉醒祖王血脉的存在 也难怪那施魔凶兽的态度 如此恭敬 我们的祖地在哪里呢 小黄惑不及待地问道 他心里有许多的疑问 很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 在 那施魔凶兽一阵剧烈的咳嗽 想要说话 但太过虚弱了 而且见到小黄后 心情太过激动 此刻气喘吁吁 模样很是不妙 仿佛随时会一口气背过去一般 叶沉脸色一沉立即上去 展开八卦天丹术 替其治疗 然而这施魔凶兽 其实伤势并不重 只是受折磨时间太长 元气太过虚弱 血脉几乎枯竭 叶沉的八卦天丹术 并不能挽救枯竭的血脉 此时在外面 外蒙攻城 古幽海城防守 双方击战欲憨 外蒙虽然人多 但古幽海城这边 由安铁心坐镇 背靠天空神魂 与小九鼎镇 却也是固若金汤 双方旗鼓相当 厮杀不绝 嗯 但就在这时候 悬浮在天的安铁心 面容顿时变色 我的法宝 在这一刻 安铁心感觉到 自己与吃骨腰帆那道碎片 居然断了联络 他的法宝被人夺走了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 轮回之主 兵自绝 安铁心神色大变 他早捕捉到天机 才想到 夜尘今天要来 所以他早利用 吃骨腰帆的碎片 在山牢那边 布下了陷阱 只要夜尘一来 立即就要被 吃骨腰帆困住 想强行破阵脱困的话 会直接引爆法宝 玉石巨焚 如果能杀死夜尘 即便牺牲 吃骨腰帆的碎片 那也值得 问题是 现在安铁心 却感到法宝 已经被夜尘夺走了 他的计划 彻底落空 不可能 我的法宝 乃红军老祖亲手铸造 他兵自觉的神通 难道已经到了 逆斩红军的地步吗 这不可能 安铁心惊害不已 那吃骨腰帆碎片 对他极为重要 如果被夺走 等于斩断他一条手臂 而且夜尘脱困的话 肯定也会释放掉 山牢那边的神兽 对他来说 却是更严重的打击 该死 轮回之主 我要杀了你 安铁心震怒和恐慌 也不顾战场的形势 立即带着天空神魂 御风 向着古幽明牢的方向飞去 他一带走天空神魂 古幽海城里 诸多守兵顿时愕然 失去了天空神魂的庇护 局势顿时崩溃 外蒙的武者们口中呐喊咆哮 高声叫杀 大举冲入城中 城内守兵溃步成军 如草芥一般斩杀 不过战场这边的形势 安铁心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次败了 以后总有逆转的机会 但如果被夜尘夺走 赤骨腰帆 他再无逆转之机 古幽明牢之中 夜尘正在听那 视魔凶兽治疗 却听到外面进风声急急 一阵雷鸣与暴风的响动 滚滚炸裂 轮回之主 给我滚出来 只见安铁心带着漫天神法的威严 过空爆杀而来 那天空龙魂的虚影 在他身后起伏不定 在天空龙魂的震荡下 诸天神法降临 雷霆风暴 冰雪乱流大作 场面非常的壮观 在满空的天灾神法 雷霆风雪里 由九座巨顶浮现而出 直欲镇压天穷 威灵大地无比霸道 为了对付夜尘 安铁心竟然将小九鼎镇 那九座大鼎也带了过来 他腰间的羽符一阵震荡 迸发了阵阵滤芒 他的面容上 呈现出沉沉的死气 阴霾密布 长时间动用小九鼎镇 他正在承受着 万须法则的反噬 不过为了对付夜尘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夜尘看到安铁心降临 且肉身恢复 想来对方又借用了 天空神魂的能量 便飞身而出 你的修为竟然突破了 还真境七层天 安铁心一见到夜尘 却是瞳孔收缩 他感受到夜尘的修为气息 比以前强悍了很多 居然达到还真境七层天 而且那股轮回的威压 更让人感到恐怖 安铁心 你还想射服杀我 不过 你一借浮草荧光 终究撼动不了我的气韵 夜尘凝视着安铁心 却仿佛在看着一句 肿中枯骨 以前面对安铁心 他可能还有忌惮 但现在 晋升还真境七层天 而且六道法则圆满后 区区安铁心 在他眼里 不过土鸡娃狗罢了 安铁心浑身发抖 眼见夜尘气势 如此雄昏 立即连捏法掘 调动身后九座大顶 喝道 九顶威灵 给我镇压 他法觉落下 那九尊俱顶 裹挟着天地风雷之声 猛然从天而降 向着夜尘暴杂而去 吃骨妖帆 吃龙破顶 夜尘气定神闲 丝毫不慌 祭出了吃骨妖帆 妖气弥漫而出 化作了九条吃龙 这九条吃龙 立即结成阵势 形成一个吃龙大阵 龙吟咆哮 冲天而起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却见那九条吃龙 冲天破顶 竟将那九座大顶 全部冲碎 一尊尊大顶 化作细碎的流光消散 整个小九顶镇 也是彻底崩溃下去 安铁心张口狂喷鲜血 鲜血里 甚至夹杂着些许内脏碎片 他面容苍白 无比悲愤地盯着那九条吃龙 我的法宝 轮回之主 你敢抢我的东西 叶尘呵呵一笑道 为何不敢 你德不配位 凭你也想支掌红军法宝 甚至是天空神魂 叶尘望着安铁心身后 那天空龙魂的虚影 目光略过一丝寒意 其实安铁心只是一个普通人 气韵有限 压根儿没资格执掌 吃骨腰翻 更没资格执掌天空神魂 他是背靠万须神殿 窃取了羽黄古地的天威 才有如今的成就 但说到底 他终究是一介 跳梁小丑罢了 我许愿 天空龙魂将会归我所用 叶尘猛然祭出愿望天星 双手晴天举起 高声吟唱 浩大嘹亮的许愿之声 震撤消雨 一蓬蓬的白光 从愿望天星抱霸而出 痴痴作响 编织成一张天罗地网 狠狠向着安铁心笼罩而去 什么 安铁心神色大害 却见那愿望天网笼罩下来 直接罩住了天空龙魂 收 夜晨一声爆喝 便想将那天空龙魂 直接抢夺过来 安铁心惊骇欲绝 他已经被夺走了 吃骨腰帆 再被抢走天空龙魂 那真的成了一介废人了 眼看天空龙魂 就要被夜晨夺走 忽然之间 安铁心腰间的御符 绿芒如潮爆发 绿潮浩瀚涌 有恐怖的法则意志 释放出来 那是万须的法则 羽黄谷地的意志 轮回之主 我的东西你也敢抢 一道无比苍老 充斥着威严的浩瀚声音 从那御符里迸发而出 竟然是羽黄谷地的声音 他的意志此刻竟降临下来 御符震荡显化出一道 先锋倒鼓的身影 朦朦胧龙非常虚弹 正是羽黄谷地的一缕投影 虽是投影 但那股威临天下 霸掘苍穹的大气魄 依然令人无比的惊计 羽黄谷地 是你 夜晨看到羽黄谷地降临 顿时大害 而在短暂的惊骇过后 夜晨迅速地冷静下来 他突破到魂真镜七层天 六道法则恢复圆满后 心境明显也进步了很多 此刻一冷静下来 夜晨仔细感应羽黄谷地的气息 却发现对方虚影上 没有一丝能量波动 只是单纯的一缕投影 再仔细捕捉 夜晨便捕捉到了 翠竹仙池的灵气 顿时夜晨恍然大悟 原来羽黄谷地 是利用翠竹仙池 将自己的身影 投射到谷幽海城 并不是真的有分身降临 这投影说到底 只是翠竹仙池的一个映射 是池水反射出来的光影 传递到了这里 四大仙池里的翠竹仙池 却是在万须神殿里 池水反射的光影 甚至可以穿透 黑暗近海的重重迷雾 降临到这里 黑暗近海 终究是魔祖无天的地盘 即便是羽黄谷地 都无法降下分身 投下一缕光影 已经是极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